全红衬成为了目前中国最红的奥运冠军之一 全红衬妹妹和弟弟的情况也被披露出来 12岁的妹妹全红桃和10岁的弟弟全静蓬都在湛江体校练习跳水 并且都展现了很高的天赋 全红桃比姐姐全红衬小两岁 全红衬10岁那年 妈妈带着全红桃来到体校接全红衬 陈明华教练又一眼相中了全红桃 对她进行了运动能力测试 全红桃的体能和弹跳跟姐姐一样有力气 陈明华表示 她以免学杂费的方式 劝说全爸全妈宋妹妹也来练跳水 最终当18岁的全红桃也到了湛江体校练习跳水 全红桃的起步稍微晚一些 全红衬是7岁开始练习跳水 陈明华教练将全红桃安排到全红衬一个宿舍 姐妹两人每天一块训练一块玩 某种意义上说 全红衬成为了妹妹的指导教练 全红桃回忆说 她教我怎么跳动作 要加紧哪个地方 入水怎样才漂亮 有一次妹妹全红桃生病了 发高烧 红衬去医院开药 喂给妹妹吃 不过 全红衬随后因为在省运会表现出色 被选拔进了广东省队 姐妹两人只能分开训练了 值得一提的是 全红桃很快超过了姐姐全红衬 学校老师苏玉华介绍道 红衬像她爸爸 个子小小的 红桃和静鹏像妈妈 个子比较大 14岁的全红衬如今已经夺得了奥运会冠军 全红桃12岁目前还在湛江体校训练 她观看了姐姐的奥运会比赛直播 表达了看齐姐姐的愿望 为她骄傲 要向姐姐学习 好好训练 到时候也走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目前全红桃的个子 比全红衬高10厘米左右 她的力量和爆发力很出色 但是技术还需要雕琢 至于能否像全红衬一样崛起 还需要看以后的训练和调教 全红桃的采访披露之后 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有网友表示 妹妹想要夺跳水奥运冠军很难 全红衬还能跳好几届 不过有网友指出 妹妹可以和姐姐一块联手进行双人比赛 巴黎奥运会夺双人跳水金牌 全红桃能像姐姐那样崛起吗 拭目以待 与其他的奥运冠军相比 全红衬有太多的让人意想不到 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全红衬出道便是巅峰的成绩 首次参加奥运会就在十米跳台上 沐上拿下了冠军 而且在决赛的成绩也是五轮跳就有三轮是满分 以总分466.2分的成绩 打破以往447分的记录 用实力碾压他国奥运选手 让奥委会也点名称赞了他的完美 二是在比赛后的采访中 虽然一开始他有些紧张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但在最后终于道出了埋在心里话 我想寄钱回家给妈妈治病 在这种正式的采访中 他没有任何的官方语言 一开口就感谢这个感谢那个 而是用最淳朴无华的语言 了达了他最真实的想法 个性淳朴 说的话也很接地气 正是这件童言无忌的说话方式 让大众看到了一个懂事又孝顺的好孩子 三是寒门出贵子 全红禅出生在湛江的一个比较贫困的家 听 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 父母都是在家务农 这样的家庭在农村若没有一门好的技术 生活会过得很是艰苦 但乌漏偏逢下雨天 他母亲三年前在工厂上班的路上 不幸被汽车撞了 肋骨受了伤 而且还落下了病根 为此他母亲还住了几次院 所以家中比较贫困 因为家里太穷 他最受忘的零食就是辣条 因为他从没吃过更好吃的零食 为此他小时候最大的愿望 就是开一间小卖部 这样就可以天天吃到辣条了 这些话真的很是心酸 但是还很惹人疼爱 全红缠七岁就开始去学跳水 他身上承受着改变家庭经济的担子 小小的年纪便背负了很多与常人不一样的东西 每次放假回家 因为没钱就只能自己待在家里面 平时训练很累放假难得放松 也从没去过游乐场和动物园 他的童年里几乎是没有零食 也没过游乐场尽情的游耍 很怪的孩子 四十全红缠是个很努力很刻苦的孩子 每天训练跳水四百次 反复的练习 在这艰苦的训练中 他只有偶尔玩游戏来调节下自己的疲劳 为了能为国争光 他付出了太多的汗水 天才都是百连成钢的 他进国家队只有七个月 便被入选参加奥运会 而且还一举拿下了冠军 无视他是年龄最小的奥运选手 只有14岁 正因为奥运推迟了一年 才让能他的年龄达到了标准 才有机会参加东京奥运会 其实他还只是个孩子 性格很好讨人喜欢 并且有颗大心脏 在队里大家都叫他红姐 他是个调皮又可爱的小家伙 在刚结束半决赛之后 他就叫队友陈玉希一起去干饭 这就是一个实在的干饭人 全红禅拿开奥运冠军的身份不说 小小年纪除了训练之外 还要担负着家庭的担子 就这一点就值得别人钦佩关注 有人说寒门难出贵子 但是寒门多出孝子 小小年纪就如此懂事 因此把赚钱挂在口中 别人一点都不会觉得反感 反而觉得他很真诚 这些品质是很难得的 全红禅就像解说比赛中说的那样 其他选手看到全红禅的完成 会感到绝望吧 全红禅可能是多少年难遇的跳水天才 他的跳水的视频让无数人陶醉 但后面的采访视频也让无数人心痛 记者问他怎么能够跳出满分 他这样回答练的 慢慢一直练呗 我妈妈生病了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 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 然后很想赚钱 给他治好 要赚好多钱 然后没钱 我游乐园没有去过 公园也没有过去 这真的不是我们所习惯的冠军讲话 他们讲话没有感谢 没有自豪 更没有口号 本是套路话的采访 但是只有初始的那一句多恋还在线上 剩下的大部分回应已经超纲 可以说甚至失控了 他的话也没有丝毫修饰 说的都是他想说的 很真实 真实的让人心酸心痛 也让人感到对现实的不满 在随后的采访中 穿着大红透着喜气的全腹 自保家里环境不太好 全靠政府补贴 还曝光了全妈妈之前出过车祸受伤的情况 从那简陋的房屋来看 全红禅家很贫穷 这让不少网友对于这位世界冠军很是心疼 随后也有开发商送上精装住宅和一套商铺 还有二十万现金为他圆梦 但全红禅爸爸拘收起二十万慰问金 只接受了鲜花 表示不愿消费女儿的荣誉 这样的行为被不少网友打赞好样的 全红禅很幸运 他能够压住命运的水花 但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并不能 而官方则只是赞美他水花鸭的漂亮 却淡化了他的贫穷和苦难 随着舆情的升温 画风悄悄的开始跑偏了 相关部门闻风而动 开始紧急为全红禅家的宅子修建直通道路 借着夜色 给他老家来了一个硬底化改造 愿自外面的树也立刻被修剪的精神抖擞 8月6日广东湛江市卫健局和广东一附属医院领导 到兵房看望全红禅的爷爷 广东一附属医院领导表示 接下来将为全红禅的爷爷及其患病的妈妈 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服务 他们说你在奥运赛场上拼搏 我们在后方照顾你家人 请全红禅放心 看到这些消息时 极感到高兴又感到可笑 这些平时日理万机的领导们在全红禅夺冠后 纷纷都在第一时间去屈尊探望冠军的爷爷 并立刻表态医疗没问题 没钱没关系 恭恭敬敬地表决心献殷勤 全红禅现在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现在红的发紫 送房送钱的排着队 已完全有能力给家人最好的医疗条件 但偏偏有人要拍马屁 得关心 雪中送探古来西 锦商天花天天眼 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注意到 这届的东京奥运会每一名冠军获得者 都比以往要得到重视 一方面是现在的国人自己都越来越爱运动了 国人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 现在是全民健身的大时代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体育的赛事 另一方面就是网络的超级发达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 自媒体平台 直播平台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发达 大家对于销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